我自己最喜歡收到的公司 有的不是不會刻意太要看珍貴的公司 我覺得親手做一個蛋糕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所以現在就要來吃飯 應該是在我升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會很常做一些 研究不同口味就分給大家吃 結果後來終於有一次我收手是因為 我做的一個蛋糕是木瓜口味的 但是因為我忘記木瓜會氧化 所以其實做完之後它整個顏色就沉澱 變成那種咖啡色 暗咖啡色的慕斯 結果後來我就分送給學校的學長姐 他們吃完之後隔天竟然有人拉他肚子 從此之後我就覺得 我果真應該不太適合做蛋糕 我覺得最難做但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最傳統的戚風蛋糕 但是因為它其實最簡單 反而它最能夠釋出功力 那個時候身邊的朋友都會 不定時的收到我送的蛋糕 因為我就是做很多 然後就會一直不停的分送 現在就比較少了 但是佐珍穎很有趣 是因為有一個朋友在要求婚 然後我們就去他家聚會 然後我們就有一起動手 一起合作了一個 有一點像是Oreal巧克力慕斯蛋糕 私人的計畫我應該也是工作吧 就是現在都幾乎都是在工作當中度過的 其實我過年的時候就是很機緣的遇到了 就是去拜拜的時候 然後剛好拜了一個很靈的月老 然後我本來就想說很期待說 今年會不會就是桃花朵朵開 但是後來發現說 昨天後來就最近剛好不近時 附近的朋友要結婚要求婚 都有找我一起參與 然後結果只要我去的時候 都有求婚成功 所以我就想說 原來現在拜月老 就會忘到身邊的人 所以歡迎有想要求婚的人可以找我 你說找對象喔 其實我覺得現在都是隨緣耶 但是如果說遇到真的很適合對象 也不會排斥就是要就是步入另外一個階段這樣 其實就因為我自己就是一直很喜歡慢跑 然後最近那個朋友剛好就是他想要去跑那個全馬 所以他就有找我一起去就是一起跑步 比較不會無聊這樣 他就是我一般的友人 對啊 我想他應該也不會希望自己的身份曝光 所以我想還是保留就是他的那個隱私這樣子 就是我的朋友 自己的對象其實我不設限 圈內圈外都不設限 然後我覺得只要是彈得來 然後感覺對都就是不排斥 但也不會特別設定一定要是導演 對